步步出门直叮住棉花糖,猛吞口水说:"我想要,嘉静文的处理方法值得家长们借鉴啊!" 妈妈是超人3自从开播以来就深受网友们的爱戴。 不得不承认,这一季节目中的宝贝们都太有特点了,每一个都有住自己的可爱之处,难怪网友们会如此喜欢他们了。 这期节目中,贾静文一家还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。 夫妻俩在商量之后,决定执行为期三天的无零食计划。 简单点说,就是这三天里,家里的任何人都不能吃零食,只能吃饭和有营养的水果。 说实话,这个计划对于贾静文而言就有些难度了,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超爱吃零食的人,更别说是布布了。 布布从小就在贾静文的熏陶之下,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吃货。 突然没零食吃了,那可不是要逼坏这个小可爱了呀。 不过,让贾静文意外的是,布布却很懂事,想忍住自己的小蝉虫,陪住妈妈顺利地度过了三小时的无零食计划日。 贾静文也感叹道,布布乖到出乎我的预料,太冷静了。 为了减少零食对布布造成的诱惑力,贾静文就决定带住布布和波妞出门逛逛,分散一下孩子们的注意力。 贾静文的这一招也果然很有效,来到了花市,布布瞬间就忘记了一切,显得非常的开心。 布布还像一个小大人一样,给自己挑选起了小玩具来,别提有多可爱了。 不过,布布突然就待在原底,不肯走了。 原来,布布看见其他小朋友拿住一个又大又可爱的棉花糖,站在了自己的面前,作为一个标准的小吃货,肯定就慢动脚步了。 这位好心的姐姐还打算把棉花糖送给布布吃,贾静文立刻阻止,还告诉了他们原因。 布布布和自己一起,正在借临时。 最可爱的就是布布了,看见棉花糖后,她那里惊得喜这种诱惑啊,只见布布馋的直流口水,还不停地淹口水。 如此呆蒙的画面,三分钟都能蒙翻观众了。 连贾静文都被布布的小馋样给逗了了,她还一脸坏笑地对住布布说道,你在吞口水吗?不过,没走几步路,贾静文就遇到了最大的麻烦了。 原来,布布布直接撞上了麦棉花糖的摊位了。 这可是传说中,最致命的诱惑了。 布布布又一次被吸引住了,还情不自禁地走了过去。 面对摊贩老板的频频诱惑,布布就快忍不住了。 贾静文接下来的处理方法就堪称典范了,也值得年轻家长们借鉴。 首先,贾静文牢牢把握住了底线,那就是今天不能吃零食,这是原则性的问题。 但是小孩子毕竟是孩子,被美食吸引也不是他们的错,所以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去批评布布。 这时,贾静文就给布布提出了一个条件,我可以帮你买,但带回家后不可以吃,因为这是我们承诺下来的事情,就不能去反悔。 如果孩子同意接受,那既满足了孩子的心愿,也没有破坏原则,是一举两得的事情。 如果孩子拒绝接受,这时才可以去批评孩子,让孩子们知道错在哪里。 布布布毕竟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,她也很听得进去大人的话。 妈妈让布了,她肯定也会让布。也同意了买回家但不能吃的条件。 。 贾静文在布布接受了条件后,也毫不犹豫地帮布布买了下来。 不得不承认,布布被美食吸引,就快要坏了规则的时候,贾静文的处理方法,确实很棒。 既满足了孩子,又让孩子懂得了去妥协的道理。 贾静文的这种处理方式,确实值得家长们极见和学习一下。 贾静文,台湾出生的女演员,节目主持人,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一夜,被星探发现而入行,拍摄爱之味妞妞甜八宝广告。 后担任儿童节目主持人,再成为知名女演员,以天屠龙即堪称其代表作。 前夫为孙志浩,第二任丈夫为演员修杰凯。 其帝为歌手,作曲,作词人,组合员为觉醒之位思理,帝席为演员朱歇尼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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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